圣经三分钟 诗篇第六篇 作者说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慌 耶和华 你要几时才救我呢 耶和华 求你转回搭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我因哀恨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床榻飘起 把褥子湿透 我因忧愁眼睛干憋 又因我一气的敌人昏花 这是诗篇第六篇的一到七节 诗篇第六篇 在圣经当中 在诗篇当中是著名的忏悔师 它是整个诗篇七篇忏悔师当中的第一篇 它最直接的功用就是教导我们 如何在得罪神之后 来到他的面前 求神的赦免 所以作者一开始就来到上帝面前 描述自己的不幸 你如果看通篇 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卫啊 他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成惩罚的命运 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事 我有的时候在想 神很不公平啊 为什么大卫犯了那么重的罪 好像上帝还是那么的爱他 可是当我读到这个理说 因为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大卫这个老兄啊 他实在是懂得上帝的心啊 他说你呀 你不要惩罚我好不好 神啊 因为如果我下到阴间 都没有 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来纪念你了 如果我下到阴间 还有谁来称赞你呢 你想想看 如果神听到这样的赞美之词 这样的一种忏悔之心的话 神会不会喜欢他 神会不会喜悦他 当然会了 对不对 其实我并不觉得 诗人大卫是在上帝面前玩花样 他只是来到神的面前 敞开自己的心意 向神在无尽的倾诉他内心的烦忧 他出自肺腑的认罪 他说耶和华啊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火中惩罚我 耶和华啊 求你可怜我啊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啊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骨头发战 我心里也大大的惊慌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 你有没有这样在得罪神之后 就这样说神啊 神啊 你抓住神不放 说求你啊 他几乎绝望啊 大卫说耶和华啊 你要到几时才能救我啊 耶和华啊 求你返回 转回 大卫大救我啊 我想这也就是大卫为什么可以被神称之为是合乎他心意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曾经是否得罪神 得罪神是否很严重 得罪人也很严重 请你千万不要放弃 请你一定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并以忧伤痛悔的心向神认罪悔改 求祂的赦免 因为祂是信使的 在任何环境当中 祂都不放弃